今日话题由历程贸易暂志播出 牛头牌沙茶酱 咖喱炒酱 红葱酱 干拌面 给您家的美味 欢迎大家收听 收看由高宁和中训主持的今日话题 高宁目前还在中国探亲休假 在今天节目开始之际 首先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5月18号 在Arcadia Performing Arts Center 在这一个演艺中心举办的 今日话题30年 以及庆祝牙医传统乐的 三个小时的大型演出 现在已经由我们电视台的工作人员 剪接为上下集 放到了YouTube上面 如果大家想去观看的话 那么欢迎前往 非常简单几种看法 首先在YouTube上打 今日话题30年就可以看到了 或者你想直接点击 链接链接的话就上到我们的网站 am1300.com www.am1300.com 在那个上面呢 会有对于这一个节目的宣传 那个里面有链接 你点击一下就可以了 同时也告诉大家 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在你的YouTube的视频的右下角 有两个C 英文的小的字母CC 它是代表Closed Caption的意思 就是字幕 你点击一下呢 就会有全场的上半场下半场的演出的字幕 然后在这个CC的旁边有一个小的齿轮 如果你在这个小的齿轮上下的话 你可以选择简体字或者是繁体字 所以这一场演出的简体字版 繁体字字母版上半场下半场 现在已经全部的放到了YouTube上面 欢迎大家前往收看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先听一段录音 他是拜登 他昨天做了一个 可以说是挺惊人的一个宣布 他说今天宣布将禁止一些 从我们的南部的边界进入的 寻求政治庇护的非法移民 那么这个我们稍微分析一下 限制 就是不是都不可以 限制 然后庇护 就是你寻求政治庇护 如果你不寻求政治庇护 那根本是不可能的 根本就是非法的 就不让你进来 2018年的时候 前总统川普 做过一个几乎完全一样的总统行政令 昨天拜登宣布的 也是总统行政令 所谓总统行政令 就是美国总统 对一些问题呢 他有职权 直接绕过参众两院 做出一些决定来 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川普呢 曾经对一个叫做穆斯林国家来的人的旅游禁止 这是总统行政令 这个总统行政令受到法律挑战 一路走到最高法院 最后最高法院说 总统的行政令 不违法 是可以执行的 但是 2018年 同样的是 这一个总统 川普 他也宣布了 封锁美国南部边界 禁止非法移民进入 这个也遭到了法律挑战 然后 在 中级的法院 最后一路走到最高法院 6比3 最高法院认为 不行 你的这个总统行政令呢 违背了美国的 相关的法律 就是所谓的 政治庇护法 这是1980年的 一个叫做政治庇护法 1980年的政治庇护法 是这样说的 他是说 任何的人 以任何方式 只要是寻求政治庇护 他们进到美国 都要给他一个 正当的司法程序 Dual Process 就是 正当的司法程序 走完了以后 判定 你不适合政治庇护 把你遣返 适合 就留下来 但是 你必须走这个程序 但是昨天 拜登的这个宣布呢 是说 不行 这个程序不走 这个跟 2018年的川普的 有 大同小异 那么当然 大家可以想象到 拜登的这个宣布 立刻 遭到了 法律的挑战 ACLU 美国民权联盟 马上 要把 拜登的这个行政令 告上去 那么 有没有可能 一路走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有没有可能 像当年 把川普的行政令 驳回一样 把拜登的行政令 也驳回呢 只能说不知道 但是 我只能告诉大家 这个可能性是蛮大的 所以 昨天 他这一宣布啊 可以说是一片华人 为什么一片华人呢 共和党 首先 统一口径 包括川普 川普是在 拜登宣布的几个小时以前 先在他的社交平台说了 说这是作戏 这是 为了政治的原因 为了拉选票 拿我们 共和党的理念 来吸引一些 我们的人 然后像什么 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 Mitch McConnell 像什么参议员 Tim Scott 等等吧 这些人 他们都是统一口 叫做 too little too late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 这个行动啊 太网乱 太 小了 这个行动 来不及了 你现在才限制 早干嘛来着 这就是当时的 这一 昨天一宣布以后的 得到的这个反应 还有人说 哎呦 急了 这是 这是为了选举 捞一根救命稻草吧 民主党人 激烈的反对 民主党人 他们 尤其是对寻求 政策庇护这些人 他们一直是认为应该予以保护 同时呢 不能让他们从一个受迫害的地方再给他嫌反回去 要给他们提供机会 要提供合法的这个程序 同时如果有可能的话将让他们就留在美国 好 那么说到这儿 有人就问了 那拜登的这个跟川普的那个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先听一下拜登是关于这个事是怎么讲的 所以我永远会 demonize immigrants 我永远会 refer to immigrants 为了保存在的血泪的国家 再加上 我永远会离开孩子 从他们的家庭在桌上 我永远会离开人 从这个国家 因为他们的信心 我永远会使用 好 这里面说了四步 他试图跟川普化行界线 哪四步呢 第一步 他说呢 我不会妖魔化非法移民 把他们说成是我们国家血液中的毒素 他是引用了川普的话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我不会把家庭分开 就是孩子和父母给强行分开 这也是川普当年做过的事情 那么第三呢 就是我不会让军队 用这个军队啊 去逮捕这些人 就像我的前任 他没点川普的名字 就像我的前任 他发誓 如果他当总统的话 他将会采取这个行动 就把这些人从家里抓出来 派联邦的军队 说到这是第四步 还有一个第三步 这个第三步就是 我不会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 而拒绝他们进入到这个国家 这个指的就是当年 2018年川普的那个 穆斯林国家的旅游限制 这就四步 这是他说的 但实际上呢 具体看他的讲话的内容 还有一些跟川普不一样的地方 那就是他说了 他说首先呢 我这个禁令啊 不是所有的人 有些人是可以豁免的 比如说我出于人道的原因呢 某一些特定的人 或者特定的群体 我是以豁免的 比如说查出来 这个人呢 他是人口走私贩运的一个受害者 并不是他自己要来的 他就是一帮舌头啊 或者什么土狼啊 舌头的外号嘛 把他们给弄过来的 到这个国家卖银啊 或者怎么样啊 这样的人保护 当然你得证明 还有一种人 就是如果你没有成年人陪伴 但是你不到18岁 那么我来保护 还有一种人 是重病患者 那么他这个呢 就和川普有点小的区别 就是川普那个的时候 就是一概而论 我不管 什么瘦不瘦到舌头啊 什么这些啊 未成年啊 我一律给拦在外面 但是啊 说是这么说 到真正的 要这个总统行政令执行呢 当面临法律挑战的时候 还是比较麻烦的 而他昨天的这个宣布呢 因为昨天是礼拜二 他说的生效的时间 是星期三的12点01分 12点01分 那就是今天早晨呢 那具体的呢 他这个里面还有一些做法 这个做法就是说 我要看每一天 进入到美国的寻求政治庇护的 这些人的数量是多少 同时呢 他要有这么一个鉴定 就是如果你这个寻求政治庇护啊 你这个是最后我查下来 是真的有政治庇护呢 我可以 但是你只是你说啊 你说我在这个国家受到迫害 那么对不起 他的这个行政令这个门槛啊 是非常高的 那么我对你查 那我可能你要提供的 这些资料啊等等 就是 到很难 来蒙混过关吧 这么说 你想 就随便这么一说 那是不可能的 而且不光是这样 如果我查出来 你这个有问题的话 五年之内 不许 以任何形式 不管非法合法 怎么样 你都不能再进入美国了 那这个就是他昨天的一部分 等一会儿 我们再把另外的一部分告诉大家 昨天总统的这个行政令呢 叫一时激起千层浪案 2018年 当时的总统川普呢 他是引用了美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法律 叫做移民与国籍法当中的第212 然后是F 这一条呢 发了一个总统行政令 关闭美国南部的边界 美国的移民法 从1920几年 到1952年 到1965年 到1980年呢 不断的修正 上面不断的增加新的条款 川普所引用的那个条款 和昨天拜登引用的是一模一样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RERF 73个英文字 我简单的把它翻了一下中文 这个中文我就不是凑那个73个字了 因为把这个大意告诉大家就知道 就是总统当发行政令的时候 你的根据是什么 凭什么你有权利 发这个是哪一条法律 授予你的这个权利 我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叫做移民与国籍法的第二 RERF是这么说的 如总统发现外国人或群体 有害美国的国家利益 进入美国 可使用行政令 而且呢 有一个他认为必要的时间长度 就这个行政令 三个月八个月 你决定 只要你认为是有必要的话 我这个行政令 有效期八个月一年等等 看这个情况 然后最后的一句话是 拦截他们进入 哇这白纸黑字 说的很清楚啊 就是总统是有这个行政令的 那么为什么当年 川普的这个行政令 就被美国最高法院给拦截了呢 哦原来是1980年的时候 刚才讲过 刚才说的这个移民与国际法 又增了条款 又增加了一个叫做二零八 这个二零八条款 这个上面呢 就说的是 所有寻求政治庇护的人 他们都应该给予正当的司法程序 说来说去 就是这四个字 政治庇护 就是你到我这来 你可能是因为家乡的帮派啊 或者是政治啊 或者是宗教啊等等 这是美国的一个 可以说是移民建国的一个原则吧 其实早年 英国人来的时候 从世界欧洲其他国家 不是也都有宗教迫害等等 这大家都知道了 那么对此拜登是怎么说的呢 我们再听一下 所以今天,我移動了歐洲民主黨,使用了公司司機制作用來做做什麼我可以自己的手段, 來做一個解釋他來為自己的這個決定做一個解釋,他說我只好做一個個人的決定, 那就是我一個人說了算的行政令,為什麼呢? 他說因為之前我們在國會裡提的這一個方面的法案沒有通過, 沒有通過這個大家也知道我們以前在金融話題也講過, 還記得不記得什麼給烏克蘭、給以色列、給台灣援助嗎? 不是也通不過嗎? 當時在議會當中,民主黨在邊界和移民的問題上做了一些讓步, 他們的讓步就是說比如說增加款項,增加巡邏人員,增加法官, 增加關於政治庇護這方面的律師等等。 但是呢,共和黨看這樣的情況同意了,這是議會, 沒想到川普發了一個推文,他說不行,這個東西咱不能讓步, 他說的你要站在他的角度上是有道理的, 因為是這樣,如果你這個讓步的話, 你這個共和黨的關於反移民的或者攔截非法移民的這個呢, 就等於被民主黨給劫持了, 那以後你就不能再說了, 就是這兩黨都承認我們都已經通過了,還說什麼呢? 所以他這一反對呀, 而共和黨又收回去了, 又不同意了, 這樣的話呢, 最後就變成了, 在沒有這個移民的條款之下, 通過了烏克蘭以色列台灣的援助法案。 這就是拜登講的這個事情的一個背景。 那麼他自己做這個行政令, 和繞過了國會做的這個, 以及通過國會有什麼本質的區別呢? 就是剛才他說的, 他說我本來是想通過立法機構的。 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雇更多的邊防巡邏人員, 雇更多的聯邦的這個移民法院的法官, 和政治庇護這方面所需要的人員。 總統行政令沒有錢。 總統行政令只是一個, 規定一個法律的措施, 只有國會投票才能撥款。 所以他發了這個行政令, 沒有辦法讓美國的邊界雇用更多的巡邏人員。 你知道現在, 在美國的政治庇護的這些人的案子, 積壓到什麼程度嗎? 我昨天聽廣播, 三百萬, 要到二零三幾年, 三二年還是三六年, 才能把現在積壓的這些處理完。 要將近十年以後, 才能把現在的, 也就是說如果你尋求政治庇護, 你現在在排隊呢, 你可能要排將近十年呢。 那你不要忘了, 從現在再往後的十年, 還有陸陸續續的人進來呢。 這些人要排到什麼時候呢? 那為什麼這麼排呀? 沒人呢? 從法官到律師做這個, 沒有這些人不夠啊。 但是你這個行政令, 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的。 下一個問題, 就是十二點零一分, 就是今天呢, 開始執行的這個總統行政令呢, 它有一個人數限制。 它就是說, 兩千五。 這個兩千五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進入到我這個國家的非法移民, 你是尋求政治庇護的, 我給你個兩千五的, 算是一個配額吧。 超過這個, 馬上返回。 要不就給你送回去, 要不就, 關你幾天, 然後再送回去。 就我就不接了啊, 這個案子, 我就不接。 然後, 接下來就是說, 如果, 在七天之內, 有一個平均數啊, 這個平均數是七天之內呢, 如果低於一千五的話, 那我再開放, 否則的話我不開, 就關了, 就是以兩千五為上限。 兩千五是什麼概念呢? 就告訴大家, 二零二三年的十二月的某一天, 尋求政治庇護的這樣的人, 一萬, 就是, 被抓住的啊。 那些就是, 編房巡奴人員沒抓住進來, 那誰知道有多少, 咱們不知道, 對不對? 就是, 進來被抓住, 然後問你幹什麼, 我尋求政治庇護, 一天呢, 一萬人。 這是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的某一天, 發生的情況。 現在的兩千五呢, 按照我看到的分析, 算是一個低門檻。 也就是說, 現在有的時候, 每天還到不了兩千五。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我就是全都喊了, 不光是南美的, 包括, 從中國道路那些走線的, 什麼的, 全都包括了。 這就是他, 現在, 提出來的這個情況。 那麼這個情況, 會不會, 從政治上讓他得分呢? 在這個2024年的選舉年, 他突然之間, 打出這麼一張牌來, 會不會呢? 說實話很難說。 我今天早上看到趙美心, 這個都是我們, 住在南加州的居民, 非常熟的一個, 華人的民主黨的, 女性的眾議員。 她都站出來反對。 她說拜登此舉, 實在是不明知之舉。 這個違背了我們國家的, 價值觀念等等。 她也代表了這樣一種聲音。 也就是說, 你這麼一個做法, 你會不會失去一些, 你自己黨的選票, 甚至包括, 蜥蜜人士的選票呢? 這個咱就不知道了。 咱們只能是看, 他最後那個選舉的結果, 咱們再分析說, 原來他發了這個行政令, 有效了。 讓他的支持, 什麼馬易方面的人, 支持大多很多。 比如說, 一些搖擺的人, 對移民有問, 有非常有反感的這些人, 他支持拜登了。 他撈沒撈到這個票呢? 同時, 他損失的票又是怎麼樣呢? 這些政治的東西, 咱們就等這個大選之後再看了。 好, 好。